《琉璃琳》 此时,面上带着薄红,呼吸急喘的并不是竹马顾时彦,而是他的弟弟顾时席。顾时席下意识地就想转身开门走人,但是门却纹丝不动。 门当然打不开,因为被我做了手脚,反应过来的顾时席了然地看着我。 陈柔柔,你做了什么?顾时席说这话的时候,还一步一步向我逼近。 我滚动着心虚的喉咙往后退,但是后腰处却传来温热的力度。 我红着脸想要拉远一点和顾时席的距离,可是他却紧紧地置顾住我。 腹部能明显感觉到顾时席腹肌的轮廓,应该好像有八块。 顾时席,你放开我。 我有些急了,瞪大着眸子,看着顾时席。 顾时席和他哥顾时验是双胞胎,但是两兄弟一点都不一样。 他哥文文尔雅,浑身都充斥着贵公子的气质。 但顾时席却长得也,性格也也,整个人都透着脾气。 他比我高了两个头,此时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不知不觉的。 我气势就低了些,再加上男人强烈的荷尔蒙气息,看得我有些脸红,有些不自在地移开了毛子。 可是顾时席却挑起我的下巴,沉柔柔,看不出来你一直对我包藏色心啊。 神,什么色心,都是误会。 顾时席上下扫了我一眼,看着我身上的清凉,笑意直达眼底。 误会,可是我都这样了,我可不觉得是什么误会。 顾时席嗓子有些哑,带着微微的颗粒,俯身在我耳边说着,自挠得我有些痒。 随着身体猛的腾空,我一下被顾时席丢在了床上。 慌乱间,我开始胡乱蹬梯。 但是顾时席却不一了,抓住我乱踢的脚踝,一把拉到了身下。 顾时席压着我的手,双腿也束缚住我胡乱踢等的双脚,居高临下的俯视,眼里的侵略明晃晃的。 我有些害怕了,声音也带着颤抖。 顾时席,求你,不要。 我说完这话,身子也忍不住开始颤抖,眼角甚至还被激出了一丝泪花。 可能顾时席被我这反应刺到,手上的力度微微松了些。 但是语气里仍旧带着冷,沉柔柔,就你这胆子,还敢做出下药的事,不怕惹到不该惹的人。 我自知理亏。 也知道他说的不该惹的人是他。 小心巴巴地说了句,对不起,不敢了。 顾时席嘴里发出一声冷哼,说了一句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沉柔柔,我比他体力好,悬我不亏。 我听着顾时席的话,没来由的,心脏处莫名地产生了一丝悸动。 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还没等我脑瓜子转过来的时候,顾时席松开了我,拿过一旁的被子将我浑身上下骨得炎炎实实。 你,我想问顾时席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睡觉。 随后,起身去了卫生间,约莫过了半个小时,才从卫生间出来。 我吓得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敢动,感受到身旁的床垫的塌陷,我呼吸开始急了。 心脏紧张地疯狂跳动。 床头灯光昏暗,但我十分清明地看见了顾时席裹着的浴巾,水珠顺着它的兔腹肌轮廓往下滑动。 不自觉地,我咽了咽不争气的口水。 顾时席看着我,挑了挑眉,不想睡。 不想睡起来运动也行。 我听着顾时席的话,哪里还敢再睁眼,只能把眼睛狠狠地闭上,以防我看见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只是,入睡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很多。 梦中,我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火球里,想要挣扎反抗,但是却动不了,就这么挣扎着过了一夜。 第二日醒来时,身边已经没有了人。 门到了早上就会打开,我看着自己身上完好无损的衣服,不游得松了口气。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我穿好衣服,默默看了一眼身上的战袍,我一个女人看了都脸红。 真不知道昨天晚上,顾时席是怎么忍下来的。 顾时席和我不对付,我做什么,她都和我反着来,而反观顾时燕,则是不一样。 顾时燕长得好,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我十岁那年搬到了他们家隔壁,从那时起,我就格外关注顾时燕。 哪个少女不怀春?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知道,我对顾时燕的关注,是喜欢。 浑浑地上了一天课之后,我收到了顾时燕的消息。 柔柔,今晚去酒吧坐坐? 顾时燕别的没的说,长得好,成绩也优异。 我为了和她上到一个大学,高考那年卯足了劲。 只是,上了大学的顾时燕,格外喜欢喝酒,几乎每天都泡在酒吧。 我抿了抿唇,心里打着小九九,应该不会碰上顾时席。 因为,顾时席不仅和我不对付,和她哥也不对付。 我摇了摇头,摇散昨晚的荒唐事,就当作一场梦,我相信顾时席也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晚上的酒吧包厢内,我穿着白色连衣裙坐在顾时燕的旁边。 她周围的兄弟一个劲儿地开始劝我酒。 柔柔,这些都是我新认识的兄弟,他们想见见你。 他们想见见我。 是因为顾时燕给他们提到过我吗? 顾时燕一定也是喜欢我的,不然她不会给他们提到我。 我越想越兴奋,想着今晚顾时燕突然叫我出来,不会是想对我告白吧。 于是我开始端起酒杯喝了起来。 只不过我酒量不太好,喝了三杯之后,脑子就有点晕沉。 你们注意点,柔柔酒量可不太好。 顾时燕,她居然替我挡酒。 周围传来嬉笑的起哄声,可能是酒的原因,我脸不自觉地有些烧。 脑子迷糊间,我感觉顾时燕有意无意地往我身上靠,但是她身上有一股烟味,熏得我有些不舒服。 我想和她拉开点距离,但是顾时燕居然直接搂住了我。 心脏处传来微微地跳动,几乎是下意识的,我就想起昨夜顾时袭搂住我的腰。 甚至顾时袭的手,隐隐有往我大腿上过来的感觉。 蹭的一瞬,我就站了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看着周围疑惑的目光,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也不知道我是紧张还是不舒服。 对于顾时燕的靠近,我下意识就想逃。 我,我去个卫生间。 说完,我就一溜烟地跑了。 我看着卫生间内自己飞红的脸,有些想不通。 明明我是喜欢顾时燕的,为什么对于她的触碰,我竟然有些抵触。 一定是因为昨晚顾时袭的影响。 一定没错。 我调整好心态重新走到包厢门口,却听见了顾时燕的声音。 早跟你们说过了,陈柔柔就是一条田狗,我让她来,她就来。 我让她喝酒,她就得喝酒。 燕哥,那今晚,不是得把这小妞拿下。 顾时燕笑了一声,我竟觉得她笑得有些猥琐。 那时当然,留她留了那么久了,是时候开开婚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顾时燕会说出的话。 白着脸往后退,但是却撞到了一个坚硬的胸膛。 是顾时袭,她什么话都没说,拉着我的手,直接往外走。 我心里有些生气,不断挣扎着我想要将手从她手里抽走。 顾时袭也怒了。 怎么,你还想回去送? 我听着顾时袭的话,手上也没了力气,不再反抗,反而是任由她拉着。 顾时袭走得很快,我几乎是被她拖着跑,直到我被塞到了一辆红色跑车中。 在顾时袭倾斜着身子,脸都快贴到我面上,替我扣好安全带石。 我才后知后觉的开口,你要带我去哪儿? 顾时袭眼里有着音质,现在才问这个问题,不觉得有些晚了。 顾时袭一脚油门轰去,车子几乎是飞着出去,目的地是海边。 车刚停下,我就蹲在路边狂吐不止。 顾时袭递过来了一瓶水,垃圾一样的东西,吐完最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顾时袁会说出那样的话, 难道我在她心里,一直以来都是一条田狗吗? 我看着顾时袭,没有说话,心里有点难受, 为什么顾时宴会变成这样? 心里的滤镜一瞬间碎得稀里糊涂。 顾时袭看着我这样子,一把扯过我的胳膊,将我拖起来。 陈柔柔,你是真的不明白吗? 我有些摸不清楚顾时袭的意思,猛地站起身,我脑袋有些晕。 直直地往顾时袭怀里倒去。 顾时袭似是叹了口气,沉柔柔,你什么时候才能看看我? 我脑子里似乎有什么烟花炸了。 我抬着毛子看着她,什么意思? 顾时袭,你喜欢我? 对着我的质疑,顾时袭紧紧地抿着唇,空气中透着几分尴尬。 而我此时还在顾时袭怀中,我立马挣扎着想要推开顾时袭,但后腰处却被她狠狠地掐住,我感受到后腰处的手在微微收紧。 陈柔柔,原来一次眼瞎可以换来一只眼瞎。 我有些摸不清顾时袭的意思,什么眼瞎,什么意思,她在说什么? 陈柔柔,当年那个人,是我。 如果说顾时袭刚才的话,让我脑子里炸了烟花,那现在的我,只想原地爆炸。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出轨还家暴,我妈带着我连夜搬家,逃离了那个伤心的城市。 只是,刚搬到新家,我父亲就找了过来。 他扯着我的妈的头发,不断地往墙上撞。 我手上拿着扫把,知道要保护妈妈,往名为父亲的那个人身上打去。 只不过,效果并不显著。 父亲见状,撒开了我妈的头发,反而躲过我手中的扫把,眼看着就要往我身上放。 但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 我身前出现了一个小男生,我看着还是十分弱小的他,挡在我面前,紧紧将我护住。 别怕,我在。 他挡在我面前,而我父亲手中的扫把,不偏不倚,打在了他的背上。 警察在我父亲打完这一棍子的时候赶到了。 我看着替我挡住父亲公鸡的小男生,心里有些愧疚。 那一棍子下去,一定很疼吧。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隔壁的邻居。 和我一样大,他们家是双胞胎兄弟,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我事后问过顾时燕,那天就我的那个人,是不是他。 顾时燕那时点了点头。 自古英雄就美的情节,虽然俗套,但是作为当事人的我,却很受用。 至少在那之后,我就一直对这个救过我的邻家哥哥很感兴趣。 初中时,有好吃的零食,第一时间和他分享。 虽然大概率会被顾时席抢走,高中时,有新出的学习资料,第一时间给他买一套。 虽然大概率会被顾时席抢走,甚至在大学时,我约着顾时宴出去吃饭。 来的都是顾时席,甚至昨晚的下药。 顾时席打小就和我对着干,我一直以为他是讨厌我的。 每次看见我时,眼神都凶巴巴的,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他。 但是现在,我看着顾时席有些阴沉的脸,心里有了一个荒诞的想法。 他一直以来讨厌的都不是我,而是他哥。 人在关键时刻,脑子是最清醒的。 我此时突然想起和顾时宴相处的细节,其实后来我也问过顾时宴当时为什么要求我。 但是他总是支支吾吾地说他记不清了,看他态度也不愿提起。 但是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顾时宴不是记不清,而是他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件事。 陈柔柔,我有些后悔了,我有些不解,疑惑地看着他,后悔没有早点告诉你,当年那个人是我。 我此时心情有些复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件事情,脑子乱糟糟的。 我想过这件事既然瞒了,就一直瞒下去,但是我骗不了我的心。 陈柔柔,我喜欢你,一直以来都喜欢你。 我怕我再不说的话,你就真的和顾时宴在一起了,他配不上你。 我看着顾时宴张了张嘴,但是却发不出声音。 半晌,我缓缓问着,当年,你为什么要救我? 顾时宴成了陈眸子。 那时候我看着阿姨被打,心里也是害怕,但是看见你那么小一只,却拿着扫把银上去,我当时就觉得你很勇敢。 你一个小姑娘都不怕,我作为一个男生,自然也是不怕的。 我抿了抿唇,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顾时习的话,只觉得此时的脑子乱糟糟的。 声音堵在嗓子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后面连着好几天,我都没有关注过手机消息。 顾时习,在那晚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我和往常一样,正常上下课,顾时宴那晚问我为什么走了,但我没有理她。 我从来没有,不回复她消息。 在我心中,顾时宴就像白月光一样,是美好,纯白的。 但是现在,白月光滤镜破得稀碎,剪都剪不起来。 和顾时习不同的是,现在的顾时宴因着我没有回她消息,一连几天都对着手机给我疯狂轰炸。 我从前竟从未知道,顾时宴还有这一面,以为我以前给她发消息的时候,她都只是回复我几个字。 大部分都是,嗯,如今这么一看,还有些不习惯。 于是我直接给她开了免打扰,连带着朋友圈也一起屏蔽了。 安生日子其实并没有过几天。 周五下课后,我被顾时宴堵在了教室门口。 她面色有些不佳,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我借口手机拿去修了。 但是下一秒,有人给我打了电话,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 得,哪个不长眼的现在打电话,要是让我知道,我一定不会给她好脸色。 在顾时宴灼热的目光下,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呀,修好了。 然后一看手机屏幕的来电显示,顾时习三个大字,大啦啦地出现在屏幕上。 我深呼一口气,切灭了手机屏幕。 顾时宴脸色有些不佳,但此时确实耐着性子,嘴角擒着温柔地笑。 换作以往,我一看见顾时宴这么笑,就心神荡漾。 不为别的,就一个字,帅。 而如今,我却毫无感觉。 柔柔,你那天怎么突然走了,是不习惯喝酒吗?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担心你的安全。 你都没有接。 我自是知道要和顾时宴说清楚,知道今天逃不过。 于是沉着嗓子,刚准备开口,却被顾时宴打断。 柔柔,我们一起去吃饭了,有什么误会坐下来谈谈好吗? 我想了想,觉得也行,于是就跟着她去了。 毕竟这些年,我对顾时宴付出的感情是真的。 只不过,顾时宴带我去的,却不是饭店,而是深渊。 推开包厢门,看着里面坐着的几个陌生男人,我脑子里的神经猛然一跳。 看着顾时宴说了一句,我们好像走错了。 但是顾时宴却狠狠推了我一把,直接将我推了进去,没走错。 包厢里的几个男人,看着我,嘴里笑得张扬。 燕哥,今天这牛不错呀,你欠我们的那部分利息,就免了吧。 顾时宴此时也跟着笑,只不过,笑容里是我从未听过的恭维。 几位哥哥们,好声享用,我在一旁负责给你们助兴。 我看着顾时宴亲手加上了摄像头。 包厢里的几个男人,此时也开始扯着衣服。 油腻腻的啤酒度,瞬间露出来。 我挣扎着想逃,但是门被锁得死死的。 事情发展得太快,我的包也被人抢了去,要想报警找人救我是不可能的。 但我仍然不想放弃最后一丝希望。 我使尽全身的力气,去反抗,去拼搏,但是都无济于事。 挣扎间,我脸上还连续挨了几巴掌。 手也被捆住。 我感受到肥腻的手不断在我身上游走。 我看着始作俑者正举着相机拍摄下这一切。 输地,我觉得绝望极了。 甚至,做这一切的还是故事宴,那个我一直喜欢着的故事宴。 一瞬间,我竟觉得讽刺极了。 在我衣服被他们撕得零零碎碎时,身后的大门猛地被人踹开。 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来人居然是顾时席。 顾时席身手很好,三两下就把包厢那几个油腻的啤酒肚掀翻在地。 紧接着,警察赶到。 顾时宴拍下的一切作乐视频,一时间竟然成了犯罪证据。 顾时席脱下外套,紧紧将我裹住。 用力地抱着我,大手在我背后轻轻拍着,像是哄小孩子一样哄着我。 别怕,我在。 一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刚和妈妈搬到顾时席隔壁的时候。 那时的顾时席也是这样护着我。 我有些后怕,缩在顾时席的怀里开始小声抽气起来。 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 顾时席也不挠,摸了摸我被打肿的脸,疼不疼? 我声音里哭腔浓重,说话并不清晰,疼。 可疼了。 你怎么才来? 顾时席抱着我的手紧了紧,是我来迟了。 警察局内,我知道了事情的全貌。 在顾时宴找到我时,顾时席那小子拨通的电话,我根本就没挂断。 而且,顾时席还看见了顾时宴找我,并且带我走了。 这小子极度心作祟,一路尾随。 竟没想到,事情发展成了这样。 警察叔叔看着我,你男朋友这座坛子,翻得真好。 我张了张嘴,想说他不是我男朋友,但是一张嘴,就牵动我肿起的猪脸,于是选择了闭嘴。 顾时宴欠了赌债,同时还借了不少高利贷,现在还不上了。 于是开始想用这种方式还钱。 受害者还不少,我是第五个。 我听着警察的话,心情有些沉重。 我只是以为顾时宴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没想到,她却是个坏到骨子里的人。 顾时席的面色也有些不太好,毕竟是她亲手,把亲哥哥送进了橘子。 在顾父,顾母,以及我妈赶到的时候,我一度做好了场面难看的准备。 没想到,顾父顾母和我妈只是上上下下把我看了个遍。 最后,视线落到我肿起的猪脸,我妈哇的一声抱着我哭了出来。 顾父顾母则是一个劲儿地对着警察道歉,说他们没有教育好儿子。 警察看了看顾父顾母,又看了看顾时席,最后视线又落到了顾时宴被关起来的审讯室。 摇了摇头,默默地说了一句,双胞胎的差距怎么这么大? 最后,顾时宴以及她的同伙和放高利贷的人被以绑架妇女罪给自己送了进去。 得了一副银手铐,每个十年八年是出不来了。 顾父顾母在知道这个结果后,眼里有些悲伤,整个人像是垮了一般,突然就老了。 我看着顾时席,心里也不是滋味,偷偷拉了拉她的手,要不是因为我。 但是顾时席却反手扣住了我的手,不是你,也会有其他受害人,柔柔,你只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 我看着被顾时席扣住的手,还是有些不习惯,下意识地就想将手抽走。 但是顾时席也不乐意了。 柔柔,难道你忘了,你是我女朋友吗? 嗯,忘倒是没忘,就是有点不习惯。 那天从警察局出来后,顾时席借口说我受伤了,她得负责,直接将我拐去了她在校外租住的房子里。 对于这个结果,我亲爱的好妈妈和顾父顾母远远地看了一眼,然后走了,走了。 于是,接下来的很多天,顾时席都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大到出门当司机,小到吃饭喂我嘴边。 甚至,她还美其名曰,柔柔,我怕你有创伤后遗症,所以我得每天陪着你。 才不是,明明就是这个人占有欲作祟,现在又有了恰到好处的借口。 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一个人确实有些怕。 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脑子里还会浮现出那天的场景。 我甚至不敢相信,要是那天,顾时席没有来,她没有醋坛子翻了,不挂断电话听墙角。 现在的我会是怎么样? 在我夜晚梦魇的时候,顾时席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房间门口。 每每此时,我就无比庆幸,没有一个人待在宿舍。 我现在大四,宿舍里的人和我都不是一个专业的。 只有我那个专业,大四了还得上课。 室友们都出去实习了,早就搬出了宿舍。 我不得不怀疑,顾时席是不是知道,我会害怕,所以才将我留在她这儿。 但是,不得不承认,顾时席是真的很了解我。 我甚至觉得,她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 在我看剧想吃零食时,我一个眼神,顾时席就会拿出冰箱里冻好的西瓜,旁边还会搭配上薯片。 我第一次发现的时候,震惊得不行。 但是第二次,餐桌上出现了我爱吃的糖醋里脊和可乐鸡翅后,我瞪大了毛子。 第三次,第四次,我终于忍不住了,顾时席,你是不是偷偷跟踪过我,为什么我的喜好你都知道。 我想着她歌,心里竟莫名觉得顾时席有些可怕,就像那种跟踪狂一样。 甚至,后面还会进化为变态杀人犯。 顾时席嘴角抽了抽,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觉得我是跟踪狂,还是变态杀人犯。 我倒吸一口凉气,她这都知道。 随后,顾时席慢悠悠地站起身,缓缓向我走来。 伸出双臂,将我圈住,我被她困在餐桌边。 顾时席手臂肌肉线条十分明显,透过薄薄的布料, 彰显出蓬勃的张力。 我想,要是她一拳打在我身上,我怕是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我没有打女人的嗜好,她又知道了。 顾时席叹了口气,沉柔肉,我喜欢你。 小时候,你给我哥的西瓜和薯片,她都没吃过,转头塞给了我。 你妈妈给你做的糖醋里脊和可乐鸡翅,她也没吃,都塞给了我。 我瞪大了眸子,原来,这些都不是她抢的,而是顾时宴塞给她的。 我的一腔真心,原来在那时候开始,就错付了。 陈柔肉,好巧,你爱吃的,你的喜好,都恰好是我的爱的。 你说,我们是不是天作之和,天生一对? 顾时席说这话的时候,桃花岩眨了一瞬,就像是有电流似的,直接刺到了我心口。 我慌忙地推开了她,桃野似的跑回卧室,将头埋到被子中。 心里忍不住叹气,简直想删死自己的恋爱脑。 男人一对自己放电,就不争气。 再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回学校,再在顾时席家里住下去,可就真的说不清了。 但是顾时席却不乐意了,一句话都没说,带着我出去了。 和上次一样,将我塞到她的跑车里,一路急迟。 此时的我,脑子很清醒。 顾时席,你哪儿来的钱买跑车? 你哥都欠高利贷了,你还有钱买跑车? 顾时席协腻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说。 我自知没去,也就闭上了嘴。 顾时席去车带着我来到了CBD,直接一个甩尾将车停到了一栋楼下。 顾时席下车的速度很快,在她给我开门时,旁边的泊车小哥就已经上车了。 她一路拉着我,走了进去。 我看着大楼门口的柔柔集团有些兴奋。 顾时席,这公司是我的名罪。 顾时席依旧没有理我。 直到我看到面前站了乌泱泱的一群人,对着我叫,老板娘好。 我这时才知道,就算是亲兄弟,有没有实力也是一目了然的。 顾时席当着众人的面,扣着我的手。 柔柔,公司才上市,本来想过一段时间告诉你,但是我等不及了。 我喉咙耿住了,人比人气死人,明明都是一起长大的,为什么别人能这么成功? 而我还在为了大肆不挂科而努力。 从那公司出来后,我甩开了顾时席的手,我是你女朋友吗? 你就给别人说我是老板娘,我以后怎么混。 顾时席看了自己空落落的手一眼,直接抓着我手,狠狠地扣了上去。 那能怎么办?我都宣布了,公司也是你的名字,我好歹也是一个总,给我点面子。 紧接着,周围突然冲出来一群人,在我和顾时席周围摆满了鲜花蜡烛。 顾时席手捧鲜花看着我,柔柔,做我女朋友好吗? 周围人都在起哄,莫名的,我竟有些感动,那就勉强答应吧。 后来的很多个夜晚,顾时席都在生气,眉眉总是掐着我的腰,为什么是勉强答应? 就还在想着我哥,柔柔,你可不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之后,她压着我,身体力行地告诉我的一个道理,什么叫做吃着碗里的,就没有力气看锅里的。 顾时席,我喜欢你,顾时席身下的力度轻了些。 柔柔,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喜欢你,顾时席。 只是,我说完之后,原本贪软的身子再次被凶猛地浪潮袭来,她用着我不断地游走,在玉海里寂静沉沦。 番外,我隔壁搬来了一个小姑娘,长得水水灵灵,看上去就很想和她做朋友。 只是,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就看见了有人来找他们麻烦。 从小姑娘的口中,我知道了,那人是她的父亲。 在我记忆中,家是温馨的。 至少,在我的认知里,家暴这个词,只在老师的口中说过。 老师说过,家暴是不对的,发现了第一时间,应该报警处理。 于是我拿起家里的座机,拨通了报警电话。 只是,警察还不知道多久来,我看着那小姑娘手里拿着扫把,想要去阻止她父亲。 但是她力气太小,像是挠痒痒似的,手里的扫把还被抢了去。 我看着倒在地上的小姑娘,突然很想保护她。 她明明那么弱小,但是此刻却那么勇敢。 于是我没有犹豫,几乎是在扫把快落下来的一瞬间。 我挡在了她身前。 我想着,我是男人,如果连女人都保护不了,那也不会成长为男子汉。 好在警察来得很快,小姑娘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我听着小姑娘嘴里甜甜地对我说着谢谢,我觉得这小团子可爱极了。 只是,她好像把我和我哥认错了,而我哥居然认领了这份功劳。 我有些生气,一方面生气我哥为什么要说谎,另一方面生气为什么小姑娘会把我和哥弄混。 于是我不打算告诉她,我就等着看,看她什么时候能发现。 但是,我想错了,她竟然那么蠢,一直都没有发现。 甚至,在我偶尔学着我哥说话的时候,他都没认出来。 我更生气了,拳头紧了右手,于是我打算做出改变。 从那天起,我不再和我哥穿一样的衣服。 我哥喜欢穿浅色系,我就穿深色系。 我哥喜欢笑,我就和她相反。 这样的话,我想,陈柔柔她就不会把我们两个人弄混淆了。 只是,后面的事情发展,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为什么她每次都只给我哥送吃的,不给我送? 而且,我给她的零食,她甚至都不会动一下。 我有些气恼,甚至想不通。 我更不打算把那天的真相告诉她了。 而且,我还试试和她作对。 直到高中时期,我发现我不对劲了。 我对于陈柔柔关注得有些过度了。 甚至在她给我哥送复习资料的时候,我有些嫉妒。 那复习资料,还是我偷偷告诉她同桌的。 但我只是嫉妒我哥,并不讨厌她。 我哥在上大学之前是很优秀的,成绩好。 性格也好。 就连我爸妈都更喜欢她。 我一度也是十分敬佩我哥的。 直到我发现了她的作业都是靠作弊得来的。 我有些不解,质问她为什么。 现在可以抄,高考的时候你还可以抄吗? 我哥只是淡淡地看了我一眼,我自有办法。 从那之后,我仿佛重新认识了我哥。 他依然维持着他表面的样子,类似作弊。 其实是他那段时间没有复习,但是却想维持排名。 在那之后,就没有了,但是他却染上了喝酒和毒瘾。 我拦过他,但没用。 甚至爸妈给我的零花钱也被他偷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上大学。 我一直以为我哥就是年少叛逆,上了大学懂事就好了。 毕竟他不是傻子。 没想到,上了大学后的他,行为更加荒诞。 整日泡在酒吧,陈柔柔甚至还愚蠢地贴上去。 我看得有些生气。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陈柔柔喜欢我哥。 于是,我把我心中的喜欢埋在了心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我哥赌得越来越大。 没办法,我只能想办法替他还钱。 他是我亲哥哥,我做不到在他被人打的时候无动于衷。 他求我不让我告诉爸妈,我答应了。 但是,如果那时候我告诉了爸妈,后面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我在那时候开始创业,赚到的第一笔钱,替我哥把窟窿补上了,但也仅此一次。 他说他不会再犯,但是没想到他还在偷偷进行。 他觉得他会赢,但是这种赌博只会越赌越大,在我知道我哥重新开始赌博的那天。 我准备去找他,但是却意外撞见了陈柔柔。 他竟然想搞定我哥,用一个从二道贩子那里拿来的不知名的药。 蠢,蠢得可以,竟然会看上我哥。 我叹了口气,最后选择了拦住我哥,我打算给他一个教训,没打算动真格。 但是看着他害怕的样子,我承认是我输了,掌教训的竟然是我。 那晚,我躺在床上,身上就像是扒了一个八爪鱼,他的手甚至还在我身上游走。 无奈之下,我只能将他压住,压得死死的,但是这样也难受。 第二天一早,我早早就逃了,有点狼狈,不敢让他看见。 那天之后,我心里也有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陈柔柔。 直到听说,我哥又在喝酒,我打听到了他包厢的位置,准备杀过去的时候, 却意外见到了站在包厢门口的陈柔柔。 我哥说的话,我也听到了,我不愿让陈柔柔再继续听下去,怕脏了他的耳朵。 也就是那一天,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告诉陈柔柔真相, 他的真的会被顾实验伤害。 我不想看见那一幕,于是我说出了憋在心里13年的话。 同时,我也想为自己争取一个机会。 直到现在,我都无比庆幸自己,那天给陈柔柔打电话, 听到顾实验的声音时,没有按下挂断电话。 我看着此时熟睡的陈柔柔,偷偷地拉了拉他的手,悄悄地套上了一枚钻戒。 听说女生都喜欢鸽子弹大小的,希望她今晚睡觉不会被压着。 故事二 包厢里安静地只剩下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傅远之掀起眼皮看我,就这么一个动作,我清晰地感知到了他的不耐。 原本站成一圈的二代们,怕被波及,默默往后退到安全距离。 我捏着酒瓶子,稳稳地站在他俩面前,一动不动。 半晌,傅远之勾起嘴角,谁把你们嫂子喊来的? 话一出口,做他旁边的姑娘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整个人看上去像碎掉了。 他攀住傅远之的手臂,颤抖着声音问他,远之,你是不是要跟他回家了? 我被气笑,拉了张椅子坐下来,平视着他。 软玲玲,趁我还忍得住,你最好自己滚,一滴泪从他的眼角滑落。 你既然知道我,那你知不知道? 我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他的百月光。 他的书房里,之间还摆着你的照片。 羞涩的红韵,爬上软玲玲的脸,他的眼里突然有了光, 他把头轻轻靠在傅远之的肩上。 远之,我回来了。 你离婚吧,这么多年过去,嫁给你,依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知道你不幸福,这些年,你过得太苦了。 傅远之虽然竭力保持他惯有的扑克脸, 但额角冒起的青筋,出卖了他内心的澎湃。 他抬起手,想要轻拂软玲玲的背。 我冷笑着,打断他们的温情时刻。 副总,看来你是不想回家了,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高高地扬起手,手里的红酒瓶直直地朝着软玲玲的脑袋砸下去。 砰! 跟酒瓶的爆破声一起响起的,还有包厢里的尖叫声。 阮玲玲脸色惨白地看着把她护在怀里的傅远之, 血混着红酒,从她的额角鼓鼓往外冒。 远之,远之,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阮玲玲玲从傅远之的怀里站起来,颤抖着手扶着傅远之坐下来。 她手忙脚乱地拿起桌子上的抽纸,拼命去捂傅远之额头的伤口。 抽纸很快被写进尸。 阮玲玲回头,疯了一样朝我咆哮。 你这个疯子,你要杀人吗? 远之怎么会取了你这个疯子? 傅远之缓了一会儿,自己拿起抽纸,擦了擦肾进眼睛里的血液酒液。 拉住阮玲玲。 玲玲,别惹她。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阮玲玲嘴一扁,伸出她的手,手上有一道被玻璃碎片划出的一厘米左右的伤口。 傅远之马上紧张地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拖起她的手,带着她往外走。 受伤了怎么不说? 快,我带你去医院。 我低头看向自己一直垂下来的手,血沿着指尖一滴一滴往下滴,没入地毯里,消失不见。 在集团里忙了一天,为了接待重要的客户,中午只来得及啃几口面包。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看到别人发给我的信息,便火急火燎地往会所赶。 傅远之,我又累又饿又困,我也受伤了。 小时候那个磨破双手,被打得浑身是血,将我从绑匪手里救出来的傅远之,怎么陌生成了这样? 眩晕的感觉一阵一阵地袭来,我感到天旋地转,下意识地抓着桌子的边缘,跌坐在椅子上。 我听到有人喊她,哥,嫂子也受伤了,她看上去很不好啊。 傅远之的声音远远传过来,她那么强势,她自己能解决。 我抬头看她,离开的背影那么决绝。 也好,这样,我收网的时候也不至于太愧疚。 抬头看过去,这几个金圈出了名的顽固子弟,规规矩矩地站着,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担忧。 我笑,挥挥手,饿了,醒目一点。 唉,姐,马上来。 王云是会所的太子爷,他最积极,马上安排人来清理桌子,重新上菜。 我看着他们几个人忙忙碌碌的,像急了小时候,还跟在我和傅远之的身后,叫着哥哥姐姐的模样。 从什么时候开始,哥哥还是哥哥,姐姐却变成了嫂子呢? 从我五岁的时候被保姆拐走,比我大三岁的傅远之硬是靠着分析保姆留下的钉点痕迹,在警察之前找到我的时候开始吧。 当昏迷地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趴在傅远之单薄的背上,他咬着牙,背着我,摇摇晃晃地走出那个可怕的废弃工厂的场景,一辈子刻在我的心里。 长辈们打去,说往后余生,远之永远都会是稀稀的偏爱与例外。 可是,后来啊,后来傅远之有了他的白月光,跟从小因为那场绑架案,失去了母亲的我不一样,我被按照继承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加业和复仇。 可阮玲玲她不会大声跟傅远之说话,不会强势地要求傅远之看才经杂志学八国语言。 她会安静地陪在她身边,看着她温柔地笑,会愿意为她洗手做羹汤,愿意花大把大把的时间陪她上台压根听不懂的课。 她为她做的这一切,我都做不到,我成长的环境交给我的,是衡量利弊与得失。 直到阮玲玲因为傅远之太有钱和她闹矛盾,她说她永远融不进她的世界。 转身后,她远走一国他乡,傅远之也没有去追。 我知道她有大志向,她要富家,也要上家。 在没有得到富家和上家之前,她不会因为阮玲玲放弃我。 所以,当傅远之向我求婚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傅远之给过我所有钱可以堆出来的浪漫。 我安心享受着,我比谁都清楚,傅家,和上家,最终都是我的。 她用钱堆出来的所有美好,只不过是我提前享受罢了。 我低头吃饭,脑子里快速复盘我的计划,筹谋了十几年,我不允许她有任何纰漏。 也许是我太沉默,王云仙受不了了,她一拍桌子站起来。 姐,你对我哥身边出现的女人,从来没有心思手软过。 今天怎么就认怂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饭桌上突然安静下来。 我笑了笑,说,因为她是软玲玲了? 白月光的杀伤力,一刀致命。 我拿出手机,屏幕干干净净,没有电话,没有信息。 我想,这时候,软玲玲的伤口都该愈合了吧。 如我所料,傅远之一整晚都没有回来。 我在客厅守了一晚,安安静静地看了一遍这座城市的零点到七点。 我知道,属于我的时代,来了。 当时针指向疤,我穿戴整齐,用厚重的粉底遮盖了眼底的青子,准时坐上来接我上班的车。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公司里见到软玲玲。 她穿着崭新的职业套装,坐在傅远之办公室外间。 看到我走过,马上站起来,微笑着向我打招呼。 上总,早上好。 她的嘴角向上勾起得意的弧度,搭配着她毫无攻击性的脸,让我觉得十分刺眼。 我沉了脸,当场把人事经理叫来,大声质问她怎么回事,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往公司里塞了吗? 软玲玲难堪的恨不能把脸埋进地里。 她仗红了脸,眼里含着泪水,在我咄咄逼人的质问下,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冻了气,没人敢惹我,说了几句狠话,自己突然觉得索然无味。 挥挥手,对人事经理说,死了吧。 该给的补偿,一分不少地赔给阮小姐。 一只低眉顺眼的软玲玲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掉下来。 上总,求求你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求求你,别辞退我,你们的世界高高在上。 我只能在你们的施舍下存活。 连我的这点权力,上总也要剥夺吗? 好熟悉的茶言茶语。 我抬起眼,越过他单薄的肩,看着他身后那扇门。 如我所料,门打开了,傅远之冷着脸出现在门口。 上永熙,你出身好,但这不是你仗势欺人的资本。 这是我的特助,不是你的。 只需一句话,孰轻孰重,高低利盼。 他走上前,牵起阮玲玲的手,环视一圈,沉声说道。 从今天开始,阮小姐就是我的特助。 他说的话做的是,我负全部责任。 这就是例外与偏爱吗? 我没说话,退后两步,转身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快下班的时候,助理提醒我,晚上要和傅远之出席一个重要的晚宴。 我跟了半年的项目能不能谈成,就看今晚了。 深深深呼吸,给自己做足心理建设,我化好晚礼服,重新化妆,去找傅远之。 刚想敲门,门从里面打开,软玲玲穿着晚礼服,挽着傅远之的手,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出来。 我愣在原地,初秋了,有风从窗口吹进来,吹过我裸露的肩,有点冷。 傅远之停下脚步,冷漠地看我一眼,以后这种应酬,软特助陪我就可以。 不劳烦上总了,两人越过我,走向电梯口。 傅远之,这是我跟了半年的项目。 傅远之的声音渐行渐远。 从今天开始,交给软特助了,傅远之亲自出面,替软玲玲签下了那个项目。 项目还没启动,要给软玲玲发放提成的结算单就摆到了我的桌面上。 我没有签字,把结算单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虽然没领到提成,但并不妨碍软玲玲一夜之间成了集团的红人。 她的名气甚至传到合作伙伴那里去了。 这天,我接到合作伙伴陈董的电话。 西西,最近在忙什么,很久不来找你陈伯伯喝茶了。 我笑。 陈伯伯,明明您才是大忙人,怎么有空多打电话。 陈董斟酌酌了好一会儿,才说,远之在我这里要了洞独洞别墅,登记的业主,是软玲玲,应该已经入住了。 手里端着的茶杯突然倾斜,茶水打湿桌面。 从第一次夜不归宿算起,傅远之已经连续第二十九天没有回过家了。 计划理顺了,我也从一开始的整晚整晚睡不着,到现在倒头便睡。 我身上肩负着两个家族企业,儿女情长,并不是我人生的主旋律。 王云他们那群孩子找过我很多次,想要替我抱不平。 我都拦住了,一切尽在掌握,我并不觉得有任何的委屈。 这些孩子不懂,势均力敌,容易天长地久,也容易互相伤害。 时间打下的结,就让时间去解开吧。 很快,到了傅老太太的寿辰。 我脱了很多关系,要到了老太太很喜欢的一位高僧的墨宝。 让人把它仔仔细细地包装起来,落款处写着傅远之上永熙夫妇。 不管内里如何,世家之间的体面不能丢。 坐在办公室里犹豫了很久,我拨出一个月来,打给傅远之的第一个电话。 想到我几乎以为要自己挂断,电话终于被接起来。 傅远之,奶奶的寿辰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从哪里出发一起回去? 软淋淋柔弱里,带着嚣张的声音传过来。 上总,你自己回去吧。 远之说了,他会带我回去见家里的长辈呢。 我把手机拿开,看一眼屏幕,没打错,是傅远之的号码。 让傅远之接电话,软淋淋咯咯咯地笑起来。 不好意思啊,上总,我们刚起床,远之在给我做午饭呢。 挂了电话,手机进来一条微信信息,结A计划。 我看了很久,叮嘱助理帮我预约造行师,一个人也是要赴宴的。 下午六点,我准时踏进傅家老宅,长辈们都在,纷纷询问我怎么一个人回来。 我赴宴过去,却在转头看到傅老太太时,红了眼。 老太太看着我长大,看着我嫁进傅家,看着我逐渐在傅家站稳脚跟。 我打过败仗,但从来没有示弱过。 她驰骋商场几十年,我知道她懂,不问,是她留给我的体面。 双手把墨宝递给奶奶,她垂眼看到落款处我和傅远之并排写在一起的名字,叹了口气。 这时,大门口处传来骚动,我回过头,看到傅远之牵着软玲玲的手,小心翼翼地护着她,一步一步走进来。 在场的人脸色各异,老太太沉了脸。 两人穿过人群,走到傅老太太面前。 奶奶,她是软玲玲,我带她过来给您喝瘦。 老太太连余光都没分成软玲玲,冷声喊管家送客。 管家李博走过来,礼貌却疏离地请软玲玲离开。 软玲玲眼里含着泪水,看向傅远之。 远之,对不起,我努力过了,但我真的,够不着你的圈子。 以后,你和尚总好好过日子,忘了我吧。 说完,她转身,抽气着往外跑。 我忍不住翻了的白眼,这小绿茶的戏越演越厉害了。 傅远之却急了,她快步追上去,拉住软玲玲,低声哄着她。 跪下,傅老太太呵斥道,一时间满堂寂静。 傅老太太拄着拐杖走到傅远之身前,一拐杖敲在她的背上。 混账东西。 傅远之挺直了几辆,直挺挺双膝跪地,瘦了这一棍。 傅老太太动怒,没人敢说话。 偏偏有人毫无眼力架。 眼看着傅老太太的拐杖,一下一下落在傅远之的后背上, 软玲玲惊叫着扑上来。 她抱着傅远之的后背,哽咽着对傅老太太喊道, 我们追求真爱,有什么错? 她是年轻孙子,以后整个傅家都是她的,有什么能比她更重要? 老太太冷哼一声,手里的拐杖毫不留情地落下来。 一声闷响,软玲玲接接时时挨了一棍。 跪得笔直得复远之极了,她反手把软玲玲护在怀里,脱口而出。 奶奶,玲玲怀孕了,无数探究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傅远之却像松了口气,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嘻嘻,我们离婚吧。 我应该要对玲玲负责,我欠她一个名分。 我爸冷哼一声,我的公公,副董事长, 带她步走过来,扬起手就要打她。 爸,我喊住了副董事长, 慢慢走到傅远之面前, 我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 傅远之,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们离婚。 我点点头,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扬起手。 他,一个重重的耳光,甩在傅远之脸上。 傅远之,你听清楚了, 只要我们离婚,付上两家名下所有产业, 马上脱钩。 我看向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点头,上家你可以全权做主。 我笑了。 所以,傅远之,你确定要离婚了吗? 傅远之急了,眼里的胜券在握, 在请客间瓦解, 她看着我爸爸。 爸,不能脱钩,一旦脱钩,两家的利益都会受损。 我挣钱,就是为了让西西过上好日子。 我的闺女儿不开心了,利益算个屁。 我又问了一次傅远之, 你确定要离婚吗? 傅远之,看看副董事长, 看看我爸,又看看我, 褚蜂着不敢说话。 我爸冷哼一声,过来牵起我的手。 老傅,我的孩子,我带回家。 说完,我爸强硬地带着我往外走。 傅董事长在后面急切地喊我们, 爸爸头也不回。 我们走到门口, 傅老太太的声音远远传来。 上董事长请留步。 子孙不孝,我给西西一个交代。 傅家永远不会承让这女人肚子里的孩子。 我名下五个点的股份, 无条件赠予西西。 不管西西是选择留在傅甲, 还是跟远之离婚,都有效。 扑通一声, 软玲玲跌坐在地上。 傅远之没有伸手扶她。 跟着爸爸出了傅甲, 爸爸在后座搂着我, 心疼的眼眶发红。 我伸手拥着我的爸爸, 自从妈妈死后, 他一夜白头, 但这些风霜雪雨, 以后都由我陪他一起。 爸爸,不要担心我。 故事很快就要大结局。 软玲玲抢走的项目出了问题, 甲方拒绝见她, 要求一切按合同走。 能让我亲自跟半年的项目, 赔偿金自然是天价。 倒是不枉我花高价, 将软玲玲从国外挖回来, 为她处处提供机会。 她对傅远之, 是真的有些本事。 傅远之为了帮她, 每天忙着拜访各位世家书摆, 想请人从中斡旋, 求得一个跟甲方沟通的机会。 转了一大圈, 终于有人透露给她, 甲方从一开始信任的人就是我, 只有我出面。 这件事才有回旋的可能。 等她焦头烂额地回到办公室, 我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摆在了她的桌面上。 傅远之拿着离婚协议书, 怒气冲冲地冲进我的办公室。 上永熙, 你这是落井下石。 我抬头看她, 傅总, 这个项目的赔偿金, 会全数几占集团的现金流。 在商言上, 即使只随有问题吗? 她冷冷地盯着我, 眼神里的不可置信简直要溢出来。 我们二十多年的勤奋, 你跟我说在商言商。 我被气笑了。 傅总, 你都搞出人命了, 你来跟我说勤奋? 傅远之的气势马上弱下去。 嘻嘻,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手里也有集团的股份, 集团利益受损, 你的利益也会受损。 你能不能出面, 帮帮我。 我往后靠在椅背上, 看着这个曾经那么不可一世的男人。 他竟然也会为了某个女人低头。 在他期待的眼神里, 我缓慢却坚定地摇头。 傅述的股份, 对我来说, 是白得的。 涨点跌点, 关系不大。 傅总还是尽快签字吧。 我给你的白月光让位置。 事情拖不下去了, 终于闹到了董事会。 董事会给傅远之下了死命令, 必须妥善解决, 否则将衣归启动问责。 会后, 我跟在傅远之身后, 走出会议室。 阮玲玲红肿着眼, 在会议室门口等他。 一见到他出现, 便扑上去, 搂着他的腰。 远之, 怎么样, 董事长同意安排上总出面, 帮你解决吗? 我笑出声。 阮特助, 向你通报一下董事会的决定。 第一, 傅总必须解决这件事。 第二, 如果不能解决, 给集团造成损失, 会依归问责, 甚至影响傅总在集团的决策权。 第三, 作为当事人的你, 阮特助, 集团也会追究责任。 阮玲玲呆了, 当着那么多董事的面, 她抱着傅远之, 哇一声哭起来。 怎么办, 怎么办啊, 远之, 我好害怕。 董事们远远避开他们俩。 傅远之的脸色很难看, 她连拖带拽, 拉着阮玲玲往她的办公室走。 我突然起了捉弄的心思, 故意大声喊道, 傅总, 傅总, 你悠着点啊, 阮特助有韵在身。 回应我的, 是碰一声重重关上了门。 游爽道, 从傅远之办公室里传出来的争吵声, 持续了一整天。 我下班的时候路过, 还能听到里面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开开心心地约朋友吃了个饭, 回到家。 意外发现傅远之竟然在家里等着我。 不容易啊, 傅总, 几个月了, 还记得家门朝哪边开呀。 她站起来, 接过我手里的外套。 她的脸色很难看, 字面意思的难看。 西西, 帮帮我。 傅远之, 你是不是生病了? 她摇摇头, 疲惫地坐在沙发上。 西西, 都是我的问题, 跟灵灵没有关系。 董事会逼得太急了。 帮帮我。 心里刚刚生腾起来的一点点同情心, 瞬间掩起息鼓。 傅远之, 值得吗? 她没说话, 为了你的白月光, 失去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你也愿意吗? 她激动地抬头看我, 灵灵跟你不一样。 她天真善良, 她不会为了利益百般算计。 我不想跟她浪费时间, 手机上给她发了个地址, 是一个相对偏僻的咖啡厅。 明天晚上八点, 请你看场戏。 看过了, 你自己再做决定吧。 说完, 我便示意她可以走了。 她震惊地看着我, 嘻嘻, 这也是我的家。 很快就不是了。 说完, 我便转身上楼。 第二天晚上八点, 我到达咖啡厅的时候, 傅远之已经到了。 她坐在角落里, 朝我招手。 我示意她不要出来, 选了离她最近的卡座。 没让我久等, 阮玲玲暗示到了。 上总, 我怀着孕, 不适合在外面逗留太久, 有话你直说吧。 我掏出一张支票, 递到她面前。 五千万把孩子打掉, 离开傅远之。 不可能。 阮玲玲激动地说, 我爱远之, 我不会离开她的。 你别拿钱, 玷污我对她的感情。 我会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一家三口会好好过日子。 我喝了一口咖啡, 耐心地等她冷静下来。 阮小姐, 你们现在的处境有多难, 不用我提醒你了吧。 泥桶的篓子, 一旦处理不好, 傅远之随时会失去总裁的身份。 当钱多到一定程度, 就是个数字。 拿了这笔钱, 把孩子打掉, 换个地方生活。 单身, 有钱, 有闲,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 你留在傅氏, 项目的事我不会帮你。 等着坐牢吧。 阮玲玲沉默了, 我掏出第二张支票, 再加两千万, 给你三分钟考虑。 阮玲玲没让我失望, 她只考虑了一分钟, 拿起桌面上的两张支票。 谢谢尚总, 我会把事情做妥当。 阮玲玲消失在街角, 我转身看傅远之。 傅总, 你的白月光只值七千万。 噗。 傅远之一口血喷出来, 软软地朝旁边倒下去。 傅远之住院了, 检查结果惊呆所有人。 胃癌。 晚期, 最平静的人, 反而是傅远之。 或许她不是平静, 只是麻木了。 阮玲玲兑现了支票, 不告而别之后, 傅远之就像被抽空了灵魂。 她平静地接受一切检查, 对医生提的所有治疗方案, 全盘接受。 她没有求生欲, 但也不寻死。 同样平静的人, 还有我。 每天睁开眼睛, 我都告诉自己, 计划的最后一环, 要撑住。 傅远之倒下了, 阮玲玲离开了。 他们俩捅的篓子, 我要去善后。 偌大的两个集团, 靠我一个人撑着, 我无数次在傅远之的面前后悔。 她一直都有胃痛的毛病, 我们都以为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引起的。 她说, 这段时间, 胃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 但软零零的项目让她焦头烂额, 总想着等事情缓一缓再去检查。 终于拖到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工作在忙, 我每天都会抽出一点点时间, 到医院里陪陪她。 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相对无言, 熬过最初的煎熬, 傅远之的精神状态稍微恢复了一点。 偶尔, 她也愿意和我说说话, 每天在两个集团和医院之间来回奔波, 我也快熬不住了。 再一次出席副师的董事会, 经历了一轮 在董事会上 对于重新任命总裁的激烈讨论, 我身心俱疲。 晚上来到医院, 傅远之在小气, 我趴在她的病床边睡着了。 等我醒来, 已经是凌晨三点, 病房里开着小夜灯, 傅远之鞋靠在床头, 安静地看着我。 我一个机灵坐起来, 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 她摇头, 伸出手, 停在半空, 又缩回去。 今天在董事会, 吵架吵累了吧, 我知道瞒不住她。 嗯, 董事们想换总裁, 我跟他们吵了几句, 她笑着拍拍我的头, 他们的人选是你, 挺好的, 我同意的。 我摇头, 你还是赶紧养好身体, 自己回来背这个担子。 上家已经够我累的了, 她沉默半赏, 缓缓伸手握着我的手。 西西, 对不起, 我可能撑不下去了, 我没想到, 最后的日子, 是你陪着我, 我会给你铺好路, 你别怕。 忙起来的时候, 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当我终于把软玲玲筒的篓子收拾好, 安抚好董事们, 一个多月又过去了。 经此一战, 我在公司的威望空前高涨, 提议任命我为新总裁的呼声越来越高, 傅远之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了。 这天, 秘书处突然通知, 董事长要召开临时董事会。 我到会议室的时候, 意外地看到傅远之也坐在会议室里。 他坐在轮椅上, 脸色蜡黄, 看到我的时候, 还是露出了笑脸。 嘻嘻, 我快步走过去, 你怎么跑出来了? 他握着我的手, 朝我露出安抚地笑。 我过来处理点事情, 人员都落座后, 傅董事长带着一个外形跟傅远之 有三分相似的男人走进来。 我疑惑地看向傅远之, 他笑着告诉我, 我堂哥。 我知道傅远之有一个远房堂哥, 我被绑架的时候, 他好像还在傅远之家里做客。 在我被绑架后没多久, 就全家一起移民, 后来再也没见过。 我有些奇怪, 怎么突然回来了? 傅远之笑笑, 没说话。 我抬头看着他堂哥, 他也正看向我, 眼眸弯弯。 快二十年了, 终于回来了。 这时, 傅董事长轻轻嗓子, 开口道, 今天召开临时董事会, 有三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 第一, 这位是我的远房侄子复生, 毕业于哈佛, 学成回国, 我提议由他担任集团副总裁。 第二, 总裁傅远之因身体不适, 正是辞去总裁一职。 我震惊地转头看傅远之, 他很平静, 我明白, 这是他和傅董事长商量好的结果。 傅董事长笑笑, 第三件事, 还是由远之来告诉大家吧。 董事们的目光, 全落在傅远之身上。 他依旧牵着我的手, 另一只手, 接过他身后的律师, 递给他的文件。 这是我签好字的赠予协议。 我自愿把我名下傅市20%的股份 无条件赠予上永息上总。 协议书已经经过公正, 生效了。 会议室里一片哗然, 我震惊地看着傅远之, 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 副董事长笑笑说, 从今天开始, 上总才是持有集团股份最多的人。 我提议, 股东们投票, 产生新的董事长。 毫无疑问, 一致通过, 我成了傅市新一任董事长。 散会后, 傅生敲开我办公室的门。 西西, 我回来了, 我朝他伸出手, 合作愉快。 傅远之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 每次清醒过来, 就要找我。 我索性把手里的工作都交给傅生, 专心在医院里陪护他。 也许是时日无多, 他开始喜欢怀旧, 一遍一遍地回忆过去发生的事。 我耐心地陪着他, 把那些曾经翻来覆去地讲。 某天, 阳光正好, 我把他推到小花园里晒太阳。 他抬头看着温暖的阳光洒落地上, 突然跟我说, 西西, 你看, 这阳光, 是不是像急了把你救出来的那一天? 我笑, 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了。 对呀, 那天我知道妈妈的死讯, 哭着趴在傅生的背上, 走出那个暗无天日的废弃工厂时, 第一眼看到的阳光, 跟今天简直一模一样。 后来, 你硬要从傅生的背上接过我, 走得摇摇晃晃的, 好几次差点摔倒了。 多亏了傅生一直在后面护着, 我才不至于摔到底上。 我记得, 傅生好像问你, 为什么要弄泄露我的行踪, 害我被绑架, 害我妈妈心脏病发死去。 我还记得, 他问明明是他先找到我, 他明明比你, 高比你有力, 你为什么硬要那么吃力地背我出去? 你说, 上家太庞大了, 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 你要让上家永远记得, 是你救了我。 上家永远欠你一份情。 你还说, 等你长大了, 你会娶我。 到时候, 傅家和上家都是你的了。 我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远之, 你回忆一下, 我有没有哪里记错了? 傅远之低着头, 他的身体肉眼可见地僵硬着, 痘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冒出来, 顺着病脚往下滴。 我掏出纸巾给他擦汗, 关心地问他, 怎么突然出这么大汗? 我哪里说错了吗? 他抬起头, 原本蜡黄的脸变得苍白, 紧紧地盯着我。 你才五岁, 明明醒过来了, 为什么要装昏迷?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打算, 为什么还要同意嫁给我? 我蹲在他面前, 平视着他。 因为, 从我懂事起, 我爸爸给我上的第一课,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底牌暴露给别人, 最亲的人也不可以。 至于为什么要嫁给你? 很简单啊, 你想要我上家的资产, 我也想要附加给妈妈报仇的呀。 你看, 我这不是得到了吗? 傅远之的情绪很激动, 他已经站不起来, 但他握着轮椅扶手的手, 条条青筋抱出来。 上永熙, 你, 你, 最毒妇人心啊。 我退后一步, 避开他激动地喷出来的口水。 傅远之, 这能怪谁? 怪你自己的恋爱脑啊? 你还不知道吧? 阮玲玲是我找回来的, 他真的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啊, 每次和他标戏, 我都觉得连我的演技都进步了不少, 可以瞩梦演一圈了。 如果你一心一意搞事业, 牢牢地把傅士抓在手里, 我顶天了也是个副总裁, 其差半子, 便满盘皆输, 愿得了谁呢? 傅远之的手在激烈地颤抖着, 眼珠子往上翻, 随时要气晕过去。 别急, 还有件事没跟你说,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体检报告, 递给她。 阮玲玲回来之前, 集团组织过高管集体体检, 你的体检报告, 我帮你拿的, 但我急着去米国找阮玲玲, 所以忘记给你了呢。 傅远之愣愣地看着报告上加粗的疑似胃癌, 建议复查几个字, 嘴唇颤抖了半天, 最终两眼一番, 彻底晕过去。 由于情绪激动, 导致颅内血管破裂, 傅远之再也没有醒过来, 也没死, 在昂贵的疗养院调着命, 我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用最好的药, 能多活一天, 便是我在这世间最好的安慰。 跟医生再三确认, 他恢复意识的概率, 约等于零, 我买了机票, 直飞米国, 软淋淋来接的鸡。 他开车载着我, 沿着海岸线一路往西, 终于到了他自己买下的庄园。 他跟在我身后, 一边走, 一边介绍他的庄园。 镜头的会客厅里, 有高大帅气的外国小奶狗, 穿着得体的仆人服, 在等着他。 我问他, 恨我吗? 毕竟傅远之是真的用心待他。 软淋淋笑着摇头, 姐, 我永远感激你拉我一把。 傅远之的爱, 太窒息。 他折断我的翅膀, 想把我禁锢在他身边。 可是, 我来世界一趟, 不是为了做他一个人的金丝鸟。 我也想看看星辰大海。 我拼了命从他身边逃开, 躲在米国, 那么多年, 不敢用自己真实的身份生活。 是你给了我重生的可能。 软淋淋笑着, 朝我举起酒杯。 敬你, 敬我, 敬自由。 回国的飞机落地, 接机的人是傅盛。 他亲自开车送我回家, 路上有一搭没一搭的汇报傅式的运营。 时差的关系, 我有点犯困, 挣扎了一会儿, 索性调低座椅睡了。 这一觉睡得很沉, 等我悠悠醒过来, 发现天已经黑了, 车子停在别墅门口, 身上盖着一张薄薄的毯子。 傅生站在车外抽烟, 我推门下车, 拿着行李箱, 开锁进门。 傅生站在门口, 犹豫了一会儿, 问我, 希希, 我能进去吗? 我摇头。 傅总, 很晚了, 请回吧。 我顺手想关门, 傅生一手撑着门, 急急地说道, 希希, 当年, 傅家怕我泄露我救了你的这个秘密, 强迫我们全家移民。 我们一家在国外穷困潦倒, 如果不是上董事长派人找到我们, 我们全家可能已经客死一乡了。 我拼命读书, 考入哈佛, 唯一的信念就是想回来, 有足够的能力陪在你身边。 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我站直了身子, 直视着复生的眼睛, 缓慢却坚定地摇头。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有钱有事业, 做自己。 我的人生规划里, 没有爱情这个选项, 愿你也能实现自己的心愿。 但如果你的心愿与我的目标相悖, 我选择爱自己。 复生退后两步, 安静地看我好一会儿, 他的眼神是平静的, 包容的。 叹了口气, 他转身离开, 看着他的尾灯使过拐角,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此后, 慢慢人生路, 终将繁花盛开。 爱自己吧, 别的都没关系的。 别的都没关系的。